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廣西人權律師陳嘉鴻 已因發布《清算腐敗官僚書法》 4月29號遭抓捕和抄家 被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關押在廣西玉林看守所 他的前同事 廣西白舉名律所主任 秦永沛呼籲成立維權律師團替他維權 5月8號 已經有38位人權律師參與 其中8位將擔任辯護律師 山東淋漪監獄日前寄通知 給709案律師王全璋的姐姐 聲稱王全璋已經轉移到該監獄服刑 但因監獄會見室改造不能會見 5月7號 王全璋姐姐打通監獄電話要求會見 對方開始很痛快地說 隨時可以會見 後來又改口說不能會見 連王全璋的體檢報告都不能提供 大陸律師江天勇出獄已70天 但中共對他的監控 絲毫沒有鬆動 4月底 河南警方在他父母家出入碧京路口 搭建了一個簡易小房子 安裝了空調 添加了桌椅 據說準備開手江天勇三年 江蘇淮安籍意見人士王末 5月7號準備前往北京遊玩探遊 但在南京後車期間被江蘇省公安廳 淮安警方 鐵路警方 其他老家所在鎮等部門 十幾人強行帶走送回淮安老家 對方警告他 近期不准進京